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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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学者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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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还有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浙江 浙江是明确地说要作为全国人均收入最高的省级行政区 要成为共同富裕示范区 那么他也别无选择 他要充分地考虑制度建设方面 直接税的这个 他应有发挥作用的这样一个选项 对他来说不可回避 这次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将向哪些人收税 中国人民银行公开的数据显示 2020年住房占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护军总资产比重近7成 房产已经成为了中国居民家庭的主要资产 因此房地产税的改革势必牵动着人民群众的心 这次试点地区的房地产税征收对象为居住用和非居住用等各类房地产 不包括依法拥有的农村宅基地及其上住宅 土地使用全人 房屋所有全人为房地产税的纳税人 学者指出 由于存在尚未开发建房的居住用和非居住用土地产 土地使用全人和房屋所有全人不一致的情况 房地产税征收的对象 由房屋所有全人到土地使用全人和房屋所有全人 这样的设计更为科学和完备 可以更好的保障房地产税的征收管理 这也意味着除了农村住房之外 各类房地产都将纳入征收范围 但不同房产征收方式不同 我个人觉得很可能从范围来说 应该说它是会存量和新的增量都会包括在内 不像以前的一些试点 只是包括了新的增量 所以这一次可能应该从税机的角度 它的范围会是非常的全面覆盖 但是会有比较大的一个豁免 也就是说满足居民的一个基本的居住的需要 房地产税作为一个新的税种 在试点地区如何具体操作 对持有住房的个人和家庭有何影响 关于房地产税试点公众最关心的是什么 凤凰卫视中国深度财经栏目 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网络调查 结果显示38%的人关心征收门槛 23%的人关心税率高低 20%的人关心征收对象 19%的人关心试点地区 对于房地产税对个人家庭的影响 公众随机采访显示反应不一 暂时还没有影响到我吧 对我没影响我没房 没影响没有房子就一套 至少对我这种目前没有购房意愿的人来说 没有太大影响 有关系啊 房地产税真的话可能会转移到房租上面吧 因为我现在是主要住房呀 怎么说呢 我觉得就房产多的人可能会有影响 我觉得对多套房的人会有影响吧 但是目的真的有起到什么效果 还要看他真的实施了以后的大众的那个反馈吧 学者和业内人士认为 房地产税对大部分老百姓影响有限 影响多大呢 第一个是看征收的对象 第二个呢是看征收的税率 问题是你收的太高呢 对投资的吸引力就会减小 现在收的大概是百分之五 凡三到百分之一点二都有 但是我觉得房地产的房产税呢 对拥有者持有者来说呢 应该不要受超过百分之三 否则的投资的吸引力就会给破坏了 有学者表示 在试点期内 房地产税对试点地区内 持有多套房子的个人或家庭会产生直接影响 可以预期房地产税征收应该有减免设计 比如手套减免税 房产税的免征面积等 实际上对于满足手套住房需求 购置房产的家庭来说 不会有实质影响 随着房地产税试点 及其可预见的逐步在全国推行 将降低房地产投资者的预期收益 和住房的投资投机需求 那么我们对房地产进行征税的话呢 在居民环节来征税呢 我们可以一方面对到这个财富的这个再分配 涉及到这个后面的税收的改革 那么来促进社会的公平 来促进共同富裕 那么另外一方面来讲呢 它可以来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 完善地方的财政收入体系 那这样一来呢 我们地方的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积赖会减少 有利于它在制定政策的时候 能够更加从长远的角度来制定政策 来管理我们的房地产行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关于房地产税全面实施的时间表 还没有定论 目前只能在文件表述当中看到 试点期限为五年这样的字样 而全国版的房地产税 必须是基于税收法定而来 立法注定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试点相对于立法来说 更容易展开实施 所以2022年部分试点城市的 房地产税细则将出台 则是没有悬念 好 下节回来继续话题 好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中国深度财经 学者认为财税改革 牵一发而动全身 不仅影响财税收入 它还会影响到公民的财产权 会牵动从中央到地方 从企业到个人的 所有经济参与者的利益 所以目前中国房地产税 从部分地区试点 到立法后全面实施的 渐进式的改革路径 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需要 同时它也是试图谋求各方利益 寻求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 来看一下详细报道 房地产税会如何落地 其征收机制将会怎样 这是市场最为关心的问题 对于房地产税到底怎么争 不少民众既有疑惑也有建议 我现在就是搞不清楚 你签买的房子是不是也要交生 如果有多套的话 比如说怎么定义一个家庭 这种情况都没有出来 它有两条 我看它是说市运行的 一个是跟房子套数有关 一个是跟人均面积有关系 后面至于国家最终的政策 出来怎么走 现在其实还不明朗 应该综合考虑吧 有就是你的一个地段 综合总价 包括面积 还有你的套数 这些都应该考虑在内 这样的话可以尽量做到 更公平的去分配财富 首先得保障 那个普通群众的 基本生活需求 对吧 就是你不可能说 我手笔下 好不容易积攒了一点房产 然后你就一百样都要收税 对吧 然后嘛 就是税基要稍微大一点 就是能够百分之 怎么说 七八十以上的群众 可以都能享受到 这个免税的那一部分 然后嘛 可能房产多的人 那部分人 你们可以考虑去多加点税 有机构预期 考虑到拓宽税机的要求 存量房会纳入其中 比如之前 上海房地产税试点 只考虑了2011年以后 买的二套房和二套以上的住房 只考虑了增量 税机不够 2011年以前 买房的住户 即使拥有几十套住房 也是免税的 没有起到打击多套房空置 房屋囤积待涨的效果 为了让收入公平分配 这些房地产税改革 大概率会向所有的存量住房增税 另外 房地产税可能会考虑到历史遗留问题 大概率会有免征面积 因为很多城市居民到了退休 或者已经退休的年龄 收入也不高 如果每年都要缴房地产税 对他们来说负担过重 以及国内居民部门 高负债 高房价 低收入的限时 存量房征税 会有大概率是有免税面积的 参考标准应该是 各地的人均住房面积30到60平方米 均有可能 从征税范围来看 那么对于上海来看 我们看当时的政策 它是针对新购的二桃房以上的 来进行征税 那么重庆是针对独栋住宅 或者针对新购的高档住宅来看 那么我们可以去预测一下 在新的试点犯法里面 它会对试点 征收范围进行适当的扩大 另外一点就是计税依据 从公平的角度来讲 后面可能基于它的 并且考虑到前期试点政策的 一些反馈 可能从评估价值来进行计税 机构预期 国内房地产税 从保证税源和打击投机囤积的行为 上去考虑 大概略也会采用累积税制 首先设置一个免征面积 然后对户主名下超过面积的部分征税 随着名下房产套数的增多 征收的税率会逐步增加 原则上三套及三套以上 有可能会被征收比较高的税率 比如5%到10 根据中国央行2019年 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拥有两套住房的家庭占比为31% 拥有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家庭占比为10.5% 目前主流的预测 中国房地产总市值大约在400到500万亿元之间 假设三套及三套以上的税率设置为5% 在假设房地产总市值不变的前提之下 这块可以撬动的税源高达2.1到2.5万亿 我觉得如果是税收的收入 并不是一个主要的驱动因素 可能税率也不会是太高 我觉得可能也就在1%左右 就是房子的一个评估价格的1% 甚至是低于1% 但是有可能它采用的是累进税率 就是说如果是占用的土地资源特别多 占用的房子的套数特别多 可能是会有一个累进机制 越多的话可能这个税率会越高 按照一个稳健原则的话 应该是从低到高 或者是不同城市设置不同的税率 但是总体原则来看 我觉得在我们试的过程中 这个税率不会过高 也就是说不会造成一个压倒性的 这样一个局面 否则的话这与我们整个市内的初衷是不相符的 再来看看美国的房地产产权如何界定 房地产税怎么征法 以及如何使用 美国的这个土地和房地产都是私有财产 是要世代相传的 所以美国的有一套配套的法制的体系 来维护它的这个产权 美国的这个房地产 大部分绝大部分的私有的房地产都是有房地产税的 美国的联邦政府也就是中央政府 并不干预州市县地方政府如何去征收这个房地产税 房地产税因为这个当地的情况的不同 那么它的税率有的时候可以从1%到3% 有的地方可能还要更高一些 不等 房地产税征收了以后 绝大部分是用于当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政府的支出 比如说像学校 美国的公立教育基本上是收费低廉 甚至是不收费的中小学 那么美国的当地的医院 消防队警察等等 所有的这个包括像水电等等这些的这个服务 那么基本上都来自于这个当地征收的这个房地产税 10月20日 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9月70成房价数据 70成房价下跌范围扩大 新房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 业内人士表示 这是2015年5月份以来 新房价格指数首次下跌 对于房地产税是否会导致房价下跌 民众看法各异 个人觉得的话还是还是挺好的 这样子的话房价是不是就能下来一天 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不会 因为怎么说呢 我觉得有些人说交税交税是遏制那个房价的 我觉得这不是不是根本的问题 会的 应该是会的 就比方说房产多的人 或者说他交的税多的人 他们可能会考虑把房产抛掉一部分 那市场上供应量多的话 那应该会把这个价格会 应该会下来一点 那等这波人都抛了差不多了 其实大多数的人应该还是自住的嘛 那也就没有这种投机行为了 投机行为一旦下去 我相信就房价还是相对稳定的 针对开征房地产税对房价的影响 凤凰卫视中国深度财经栏目 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网络调查 结果显示 34%的人认为房价下跌 31%的人认为房价涨幅趋缓 22%的人认为对房价没有影响 13%的人认为不好判断 后续房地产税将成为房地产调控的 长效机制 一旦房地产税作为房地产市场 长效机制确立了 过去房地产调控的力度就会有所削弱 过去只要经济不好 房地产调控就会松一些 一旦经济好起来 房地产调控就会从严 并非长效机制 而是一项针对经济周期 逆周期调节的工具 房地产市场和经济周期的波动都很大 如果房地产税的设计 确实是在多套房上设置较高的税率 针对高收入人群 设置好合理的免征面积 保护好刚需和土著 征收的税源能够反补到公共服务 租赁房建设 同时通过合理的制度约束和大数据手段 保证征收效率 防止制度套利 是能够起到收入再分配的正面效果的 我们这次改革和以往不同 就是把它放到了国家治理的高度 放到了财政治理的高度 说这个我觉得和以前这宏观调控 仅仅是把财税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 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别 而且呢我们这次改革呢 不仅仅是房地产税的改革 它还和我们直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所要求的 就是说要进行优化税制结构 提高直接税的比重 那么现在我们出现了这个财富不分配不公的现象 收入不公的现象 所以直接税是解决这个问题的 房地产税说到底除了扩大税源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诉求就是房住不炒 从这个政策的初心来看 未来如果把资产更多的配置到房地产 可能已经不太明智 因为房地产税只是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手段之一 并非全部 从大方向来看 房地产调控政策的组合权 一定是引导居民储蓄 逐渐减少对房地产的配置 如果一个住户有较多的住房 他可能会优化资产配置结构 卖掉多余的住房变成存款 这个时候拥有多套住房的住房拥有者 将成为金融机构眼里的高净值客户 相应的大类资产配置方案 肯定就会跟上 所以这一次房产税的征收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政策 对于长期的居民的资产配置 是有一个好的分散的作用 我认为未来居民 无论有房产税外没有房产税 只是也会逐步把房地产的 这一个组合 在他们全盆里面的比例分享 然后会这个比例是怎么样 如果你看成熟的市场 房地产的比例 这样个人的资产是30%到40% 其他的比例是在 流动性好的资产 这样变成你可以参与一些 新的行业性的企业 有市场人士认为 房地产税对资本市场 对股和债或许都是利好 短期这个房地产的市场 这个成交量会输小 但是这个房价没有大比例去刹跌 然后对于股市呢 只是有一个短期刹跌的情况 因为人家觉得这一个 wealth effect 我们说是财富效应 是会短期去刹跌的 但是因为你后来看这个香港的市场 这个拉交出来之后呢 房地产的市场还是往上升 股票市场上升的比例更大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投资者 他会把投到房地产的钱 拿出来投到二次市场 变成二次市场的 希望投的钱会更多 所以中长期呢 其实是对于二次市场 这一个是有正面的这个作用 关于房地产税 目前还有很多 未解和待解的问题 但是大的趋势 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 那就是中国正在逐步降低 向房地产金融教育 以及互联网等行业的利润和垄断 以及由此引发的过去长期 对于民生 还有实体经济的挤压和成本 会大力发展制造业 硬科技 实体经济 新基建 等等 好 下节目来看一下 内地资本市场的表现 本周内地A股大盘指数是连续大幅下挫 尤其是煤炭板块个股出现了普跌 但是像新能源 光伏等一些个股 出现了明显的反弹 来听一下市场分析人士的看法 从本周第二个交易日 10月26日开始 中国A股大盘上证指数连续大幅下跌 截至10月28日上午收盘 户指跌0.94% 收于3529点 煤炭板块再次大跌 油气开采 农业 养殖业等板块走低 储能 电力板块持续活跃 白酒 光伏等板块走高 总体而言市场情绪依旧低迷 个股跌多涨少 28日当天两市近3300只个股下跌 35只个股跌停 亏钱效应明显 本周A股市场应该说是一个增长下跌 我想到头头这比较奢望了 上证指数从3600一路 增长下行 是考验3500点证书观 整体基本上也没什么现象反弹 这阴线带着阴线 量能在1万亿元左右 也没有太明显的放大 但是整体大家也看到 是一个弱方市场 是一个空头市场 一个调整的格局 我想从主要的原因来讲 还是周期股 因为三季度周期股曾经表现非常强 大家觉得有涨价预期 有涨价题材 所以钢铁煤炭化工油色的一路上涨 实际上把上证指数也推到了3700点 但是10月份以来 尤其是最近两周 整个周期股出现了大幅的回撤 这种回撤我想主要还是因为煤价能源价格 这个居高不下 那么引发了大家对制造业中下游 这个生存环境的一种担心 国家也非常重视 所以发改委等等 这个很多的部门进行调研 进行这个价格指导 在这种情况下面 因为原来这个大家对煤炭价格的预期很高 那么出台了相关政策之后 引发了煤炭股的大幅的回落 很显然煤炭钢铁化工油色 它是相辅相成 牵一发动全省 所以整个周期股板块的持续的下跌 我想是导致本周一股市场 滴滴不休的最关键最主要的因素 展望四季度接下来的时间 可能整体的谨慎的氛围 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因为在短期可能相对来说 我们看到大部分的逆周期政策 是处于温和发力的状态 它具体的工作的目标点 是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 实现一定的稳定的工作量 所以无论是我们的财政政策也好 相应的满足房地产健康需求的 一些这种金融政策也好 大概率都是温和或者逐渐发力的 但是与此同时 疫情在秋冬季的爆发 还是呈现了一个此起彼伏的这么一个状态 看到无论是华北地区西北地区 甚至是一部分的中部和西南地区 近期都有疫情的困扰 应该说接下来的就业 对接触性服务业来说 或者整体的消负业来说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可能在整体的四季度 我们还能看到内需会有一定下行的空间 外需其实我们也不难看出 后续的外需可能会承受一定的压力 在这种组合的情况下 可能在目前的这个位置上 我们看到三季报的盈利的高点 会在后续的持续性 可能会保持一定的怀疑 相应的市场可能也会更多去拥抱一些业绩 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甚至是牺牲成长去追求稳定的这么一个组合 进入11月份 公众是否认为消费新能源板块会有一波年末行情 凤凰卫视中国深度财经栏目 联合凤凰网财经频道发起网络调查 结果显示44%的人认为不会有年末行情 25%的人认为会有 21%的人认为板块轮动持续震荡 10%的人认为不好说 近期中国A股不断有新股上市破发 较之此前的罕见 如今似乎已经成为常态 10月份截至28日 共上市新股31支 其中破发10支 破发率近三成 本周以来破发股明显增多 共上市14支新股 其中并有8支破发 破发率高达57.14% 实际上和之前我们看到的 在市场极度低迷时期的新股破发 不一样的状态 本次新股破发 它有一个新股报价制度调整的大背景 因为自注册制以来 可能最初整体市场担心的是 注册制情况下面 这个标的它既享受了便利 然后它发行的估值可能又偏高 这样的话会得与市场的后续运行 带来比较大的波动 所以给出了一个 在新股报价中的高价的 剔除的机制 但是运行的一段时间 发现它可能会使得 新股上市的时候 估值可能会被压得过低 相应的在新股上市之后 它的涨幅会更加的明显 近期我们也看到很多打新策略 在过去的两三年里面 收益颇丰 可能在整体的历史长河里面 都是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相应的企业 它的融资反而显得比较少 所以在实体经济 一定要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的 思想的大指导下面 对于新股的报价机制 采取了一定的调整 使得新股的上市的估值 能够得到支撑 所以是在调整的技术下面 我们发现 最近的新股 它上市的时候 它没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涨幅 甚至有一部分新股出现了破发 它并不是本身这批标的的质地 或者说整体的市场的资金的流动 产生了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所以后续 如果新股的报价方 自动的或者是有一个反馈的机制的话 应该再度调整自己报价的估值 使得打新的策略 不至于它的收益率有太大的波动 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制度调整的结果 它不一定是一个市场情绪 或者是水温的这么一个指标 10月27日 中国央行再度开展2000亿元逆回购 达到2021年1月21日以来 最高单日操作量 数据显示 在挟持10月27日的近6个交易日内 央行整体逆回购规模达到9000亿元 实现净投放7500亿元 业内人士认为央行后续仍将保持 较大力度的公开市场操作 直至资金平稳跨越 原来市场也有种期待 就是今年四季度可能会降准降息 但是我想从目前情况来看 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第一 央行还是稳杠杆为主 第二 还是强调稳健的货币政策 合理设计 这个基调基本没有改变 第三个就是从全球的央行货币政策情况来看 包括美联储10月份大概率会减少债券的购买量 也就意味着它的宽松政策走到头了 所以在全球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下面 我们很简单的降准降息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 我想有个看点就是过了10月1号以后 我们再来回来看 如果说央行很快地回到100亿元来的这样的一个操作节奏的话 那就意味着这只是一个时点性的临时性的一个举措 反过来持续如果增加的话 或许四季度会有一个宽松 这种宽松对冲什么 对冲就是经济增速 有这个下行的压力 我们看到三季度GDP增速只有4.9%是略低于预期的 那么四季度的GDP增速可能会更低一点 因为去年四季度技术比较高 再加上受到能源等一系列的影响 还有一些零星的这个疫情 还有一些这个自然灾害等等 从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 货币政策主要还是一个支持涉体经济 这个有针对性的进行重点支持 比方说小微企业等等 我们也注意到本周国务院常会提出 对于小微企业暂缓税收的增角 可能会是2000亿左右 这也是为了支持 所以它的针对性非常强 撒胡椒面色的这种资金的宽松 这种可能性应该是不大的 10月27日中国国内七世再度上演跌停潮 煤炭三兄弟日盘跌停后夜盘再度跌平 动力煤期货主力合约自10月19日以来跌幅高达48% 焦煤焦炭期货主力合约已经分别跌35%和30% 中国国家发改委发文整顿违规存煤场所 研究干预煤价措施 开展现货市场价格转向督查 应该说市场在这种快速的调整下 是很大程度上打消了之前 上游行业利润将不断地去侵蚀下游行业利润 甚至经济体进入滞胀这么一个状态的预期 因为当能源的中枢出现塌缩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整体的制造业的成本会相应的下降 而且我们能够看到有关部门 是给予了动力煤价一个远端的指引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应该说也会很大程度上平息市场参与者 可能这种过度库存囤积的这种行为 让价格的管制的效果能够持续更久 应该说在全球都受到而定的 能源危机冲击的情况下 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的能源成本率先降下来 是非常有利于我们国内的制造业 继续在全球取得相应的优势 也让无论是民用的取暖的需求 还是工业用的用电的需求 在冬季吃下了一颗定型碗 我们能够看到在资本市场 相应的原材料的行业是承受一定压力 但是其他的中下游行业包括家电 包括包装包括家装还有电子 近期都是出现了一定程度上修复 同时由于价格过快上涨的预期的打消 债券市场是出现了一定的修复 我们的国家收益率是出现了一个显著的下行 本周是收了一个整体的阳线 所以这个组合肯定是能够更让市场满意 能够更加新闻支援的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10月27日发表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介绍 2021年7月16日 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正式启动 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截至2021年9月30日 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额累计成交量达到1765万吨 累计成交金额为8.01亿元 市场运行总体平稳有序 10月28日 中国政府网发布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所以本周光伏板块 新能源板块 尤其是在外围又有利好 特斯拉的股价持续上涨 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 所以像您的时代 仰光电源 长城汽车 比亚迪亚等等 都创了历史的新高 不过从走势情况来看 多空还是有分歧 主要是因为目前固执比较高 这些板块 在今年二季度 尤其二季度 持续上涨之后 起点不一样 固执又比较高 所以多空还是有分歧 但是相对来说 光伏 太阳能 这个表现 没有锂电池 新能源那么强烈 所以最近的走势 还是值得期待的 有一些预期 中信证券 低位价值的趋势性行情开始确立 增配消费和医药行业 国泰均安配置逻辑 将从周期转向消费 从高估值进攻 转向低估值防御 新业证券 科技科创将吹响反攻号角 海通证券 未来一到两个季度 市场趋势向好 智商证券进入全年 最佳投资窗口从周期转向价值和科创 好 嘉宾观点 供您参考 祝各位投资顺利 下周六晚9点40分 中国深度财经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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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资兰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